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时装发布地 被誉为时装界的金字塔 2013年 劳伦斯许作为第一位亚洲设计师 携他的绣球系列 踏上了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的梯台 世界时装界在惊讶中认识了云姐 十几年前我又一次看《黄龙梦》 然后是查曹雪芹的家族史的时候 发现他们三代为皇家制造云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就去了南京云姐研究所 他们说他们在生意 我说我要把云姐带到司机上去 2015年7月 南京云姐研究所 携手劳伦斯许参加米兰试博会 员工们正在制作参展的作品 将西方的立体剪裁 与传统的面料相结合 是劳伦斯许创作的最大特点 对于传统花色 它会用到极致 为了不破坏图案 裁剪时留下完整的金鱼 再一帧帧缝合平整 中国人是天生的具有驾驭力的 我们中国人就能够把很多颜色 放在一个上面进行制造 比如红和绿在一起 然后他认为这两个颜色是极然不同的 然后就可以完全挑得很高 然后那么他们会把黄和紫 明度和色相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一块绣 而在其他国家不是的 你发现西方国家的很多大礼服都是单色 红色就是红色 绿色就是绿色 而我们中国人天生就有那个 对色彩有一个天生的敏感力 我最怕琳琅满目各种色彩都混在一个料子上 云锦追求竹花异色 花的纵向横向排列都在变化 老艺人把这叫做跑马看装花 制造云锦采用了新的技术装花 装花时负责显花的尾线不再贯穿到底 而是用绕有各种不同颜色的尾管 对织物上的花纹做局部的盘枝 这称为通筋断尾 昏树相间 竹花异色 就能把整个后面制的千变万化 第一个是红的 第二个是绿的 红绿就是昏树的关系 现在还能知道一点师傅教的口诀 水红银红配大红 古代的配色都是比较环规矩的 他做的东西都是比较 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说话一样很地道 他们用他那个方法做出来的 就是很本分很地道 挑不出毛病出来 云锦装花织物的配色 浓而不重 艳而不俗 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了色韵的装饰 所谓色韵 就是将图案中的种彩花 用渐变的色调调和 里深外浅的叫做正韵 外深里浅的叫做反韵 装花的极致便是龙袍 1958年定灵发掘 出土了万历皇帝龙袍和袍料竖剑 文物专家在这些袍料的腰风上 查到他出于江南制造 受定灵博物馆的委托 南京云锦研究所 复制了三件装花龙袍匹料 那时 织了六年云锦的周双喜 参加了龙袍料的复制 织龙袍的难度呢 就是因为你一年时间嘛 一年时间吃下来 因为撑下去冻 就因为撕的脏力都不一样 因为气候不一样影响 你不知道你的手打得紧还是松 那么下来如果拼得不准的话 那这个袍子就没有用了 就废掉了 那过去是要撒头的 一公分它是多少缩 你一定要控制死 那么误差只能在一公分里面 今天的服装制作 是按照一定的尺寸 把不同部位裁剪出来 而后缝制成型 但龙袍却是按照 领 绣 前后正身等部件 进行整体的图纹设计 并一次织制成型 缝接时要求精彩 花纹衔接的严丝合缝 浑然天成 三十年后 周双齐依然负责 定领龙袍的再次复制 为了避免制造过程中 张力不同的问题 他研制改装了双人之机 两片袍料一起织 方便找到我的时候 那么我们觉得不毛而合 说就是以龙袍这种形象 希望大家看一个龙袍 不需要去博物馆 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 最现代的一个时尚流行元素 于是我就把这个衣服 真真切切地抵达了干了 魏米兰试博会的设计 已经到了模特试穿阶段 这时的设计师 以锐利无比的目光 审视着自己的作品 这个衬子必须去掉 需要把它去掉 这个要去掉 你结果把它下摆变大了 它才能够变得要更险度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 已经要形成了公主状 好吧 嗯 OK 劳伦思绪对云锦有着精准的把握 为范冰冰设计的龙袍 被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 这件金云锦 被国际媒体评选为 2013年度全球最奢侈 15件服饰之一 在它手上 时尚与富贵完美对接 云锦的贵种 不仅由于制造的繁复 还因为使用碾入了真金和孔雀鱼的丝线 制作金线 要把一片黄金经过三万多下锤挡 变成薄0.1微米的金箔 薄到人的体温都可以令它卷起 再把金箔粘在一种特殊纸张上去切割 整个工艺的关键是那种特殊的纸张和粘金箔的胶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村井村金 也不可能为自己去做一些 我干了这么多年 我家里面没留一副云锦 所长就讲说你搞了一辈子云锦 你女儿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你女儿穿上云锦的衣服 这句话讲到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后来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手里面就给我女儿穿了一件云锦的衣服 然后穿完了以后 我准备还 他说算吧 你给你女儿做个纪念吧 他很高兴 也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吧 一话外孙都已经六岁了 孩子生日这天 一家人要拍张全家福 依然是到锁里借了云锦的衣服 爸爸你看这件怎么样 这个还可以 就是穿了一个乐的太多了 乐的太多了 我觉得还好吧 那就换一件吧 那件这件应该不会 这件比刚才那个还稍微保守一点 应该保守一点 这个是老爸专门为你吃的 我怕扣不上 肯定的 能不能扣一下 这件是装做的 怎么能扣不上呢 爸爸是吧 这个穿上去好像像皇后 现在的皇后 但是皇后没有电影镜的 云锦在家国的兴旺中传承 巨幅制作万寿中华 又将在双人之机上完成 2015年7月 米兰世博会上 劳伦斯许以山水成林为主题 制作了37套云锦服装 除了美 云锦还昭示了古老民族 另一些内涵 智慧 勤劳 温厚